哦 公子 好点了吗 烈 四爷 怎么样了 去完了 被打人死了 二十 烈烈伤得这么严重 我们得赶紧回身就医 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 走 阿清 你先回去 别管我 阿姨那帮人再逛过来了呢 我要你安全 烈云芝 这不是国子健 我不是要替你说这种话的 那 我们还等卓公子吗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帮人不是冲着他去的 不会多私一举 还有那么多冠冕护侦 走 小心 来 坐 公子 我带你 不要 我不要跟你一起做 可是 早说了 我带你 公子小心伤啊 驾 周公子 魏展宏怕是生还不了了 不打几 计划已经失败 他也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颜三郎那边收到魏家 即将到达荆州的消息后 燕云芝必定暗中跟随 只是没想到 半路杀出来个丧气 事已至此 我可算了 我已经料想到了计划失败的可能性 在回去的路上埋伏了人手 亡羊补牢 不可以伤害丧气 知道周公子的心思 早就吩咐下去了 绝对不会伤害到你的小丧气 不是受了伤吗 哪来的力气搂这么紧 我不是要你好好待着 怎么又骂人跑过来 魏家有鬼 你跟着他们一定有危险 你知道他们有鬼 苏洛天跟我说了 他给我下的是解药 经了魏长红的手 却换成了西招的毒粉 魏家一定不简单 爱情 疼 痰 耳 刃 走 来 看着 可还是洗澡的人 想要把我们赶紧杀剧 果然不负名声 快去 公子 怎么会这样 公子 我们现在只有一匹马了 可能一起回城 有些困难 阿琪 这里危险你先回去 后来大夫和马迟 我们在这儿等你 我陪着你 马迟 麻烦你去趟吧 我 好 交给桑小姐了 一定要小心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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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琪 你别这么看着我了 我没事的 我心里有数 你伤这么重 好好休息 别说话 我想说 既然你想说的话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哥哥跟西州到底有什么瓜葛 鱼兄 为了庆祝你身体开始好转 我把我爹最好的酒都给偷出来了 鱼兄 你怎么了 白天不还挺开心的嘛 是边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一念之差 千里之遥 一念之差 千里之遥 哥这是何意 你说我也琢磨了一阵子 第二天 鱼兄就在我面前抱逼而望 按照我做的说法 鱼兄他是病急共心 可鱼兄那个时候明明就告诉我 他的身子已经开始好转了 而当我想要 据查真相 找线索时 却发现鱼兄在郭四健的所有痕迹 都已经被认为的清理了 难道 难道是因为哥哥知道了一些 不为人知 但有极其重要的信息 你们在干嘛呢 是谁让你们烧鱼兄的东西了 我们不知道啊 刚才有一颗自称官府的人 吩咐了博士 博士让我们烧的 说只是清理财务吧 那些烧衣服的人 是没有办法直察的 对不对 这些烧鱼兄的事情 很快就被了解了 从郭子健 到台卫府 都默认了 他就是因重病而亡 可是我心里清楚 我清楚一定是有人在背后 谋害了他 只不过对方过于隐蔽 而我那时又是一个学生 无力追障 也无力与之康好 是因为你的坚持 哥哥的事情才没有走入死局 不过 你是怎么查到西招这条线索的 自我认知郭子健四业 我就一直在挣扎 利用颜三郎之无之别 我一直暗中留意着 与一兄 相似的死亡状态 就在你进郭子健读书的前后 我们发现了 一起特别相似的案发现场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西招的坟墓 怎么会这么巧合 现在线索指向了宋 魏良家 虽然对方在暗处 但我可以肯定他们势力极大 当初我进郭子健的时候 你对我百般刁难 后来要安排我到凌雾峰去拜师 其实都是为了 保护你 都是为了保护你 到底是谁了 我真是希望 你经受历练之后 能够有能力自暴 害怕的就是像现在这样 早日暗算 四爷 四爷 这 四爷 你没事吧 阿琪 我突然想 想休息一下 不行不行 你不能想 叶昀之 你看着我 你睁开眼睛看着我 你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怎么 怎么见面啊 你真的愿意让我带着这份感情毒火吗 那我们何时见面 我不是知道的吗 公子 凡尸 鱼 公子 公子 凡尸快 公子 马车和大夫都到了 公子 你这嘴是怎么回事 是谁又伤你了吗 赶紧扶他上车 不要大夫 阿琪你扶我就行 可是公子 来 是我的剑 好 我是你 对你 我 是我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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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魏斩红不知去向 生死未卜 魏家罪名既定 但现场已被人清扫 还不知 魏家所联系的上家是谁 是燕云之前去追查魏家的 他现在情况如何 燕四爷 他为了查明真相 受了重伤